請享受 flirting club 中心 Hello 我是Kat 今天又去行區 因為去的區距離物業本市中心不遠 是一間叫Foodgrade 區 在這裏會找到很多亞洲雜貨 最近剛好幾個來澳洲的朋友都選擇住在這個區 现在事不宜迟,出发吧! 区内交通非常方便,有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有Sunbury、Werraby和Williamstown这三条火车线 有火车直达市中心 区内有多条巴士线来往各区 同时亦有电车 Foods Gray位于墨尔本市中心西面5公里 人口方面,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 英国人占最多,约有22.5% 其次是澳洲人,约占18.5% 这个区的主街可以看到很多越南餐厅 越南人的占比大约是10.0% 而华人占大约9.3% 语言方面,大部分人家只说英文,约占53.3% 其次是越南文,约占10.5% 而普通话和广东话的,约占2.8%和2.3% 叉猫Magazine这半集,2019年时在全球评选了50个 The Coolest Neighborhoods 即是全球最酷社区 而Foods Gray这个区排到第13名 先说说吃东西 这间在主街附近的Tan Van Noy 应该是这样读 也是在Tamal Magazine介绍过的 是吃越南野,出名的Bokkan Rice 应该叫做碎米 比一般的米小一点 这间整天都要排队 吃过觉得它还可以的 但会稍微比其他越南餐油一点 以前,即是疫情之前 它是超级抵食的 大大份 但现在就加了价 煮的还算是抵抵的 先走下主街 有药房和诊所 还有油焗 这间超市的东西都挺便宜的 里面什么都有些 常有人问做豆腐花的石膏粉在哪里买 我就是在这里买的 在这里买东西,记得要看日期 当然一般的中药房都应该买到石膏粉 但在这里买,好像便宜一点 这区有好几间中药房 都有中医看的 跌打,针灸都有 这间虎皮凤爪可以的 偶尔会外买回家吃 其实亚超都会买到急凍的虎皮凤爪 价钱跟这间差不多 但这间的就好吃很多 之前介绍过Sidney的老火汤 今集就介绍一下 在麦尼本比较好的老火汤店 头淡汤 这间店在麦尼本的朋友 都可能会听过 它在Boss Hill都有分店 连前总理Skotmo 也是在Boss Hill的分店吃过饭 这里有很多款汤简 这个走地鸡可南鸡饭 肉质比一般的鸡肉结实很多 比较有口感 招牌菜还有煲仔饭 每次来都叫 叫了海底椰海螺汤 热辣辣 尤其是在冬天喝 超棒 还叫了蠟米煲仔饭 有蠟腸和蠟肉 吃煲仔饭当然要吃它的饭椒 煲好辣手 是金黄色的饭椒 走前一点 还有这间专食越南粉 也很有名 周活也很多人排队 它的粉分大中小三个份量 这碗是小的特别鸡粉 味道都可以 有杂志介绍过这里的酒吧文化 在煮街上有一间 还有华人面包店 还有奶茶店 也有好几间 除了煮街外 内街也有食肆 珍珠奶茶 炸鸡 汉堡 也有 这里附近有一间港式火锅店 这间火锅店的东西应该算是很干净 我有个在墨尔本的朋友 他每次在外面打完边炉都很饿 唯独在这间他没有事 还有自助火锅来说 价钱也不算贵 来到这个区 一定要介绍的就是杂货店 这里有很多间 很多时候要买亚洲杂货的话 我都会专专去这个区买 我觉得在这里找到杂货的机会率 有时比华人区高 我买过很多东西 例如之前焗蛋撻的蛋撻帽 就是放入焗炉的帽 之后还有片豆腐花的筆 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港式烧烤叉 这个在澳洲真的很难找 我也是在这个区里找到的 不要看少这几支港式烧烤叉 在墨尔本也挺难找的 上网也有点难找 除非在Ebay在海外寄过来 后来在这个区里找到 就是这间 这里是另一间杂货店 觉得它的东西很齐全 门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扫帽 挺有趣的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烘焙用品 之前做蛋撻的蛋撻帽 也是在这里买的 这个是餐厅里面煮面的西 之前在这里也买过 这个豆腐花的筆 有些中式铁锅 还有几款 还有竹的蒸笼 还有不瘦钢的蒸笼 有不同大小 连地毯 针线 红白蓝袋也有 觉得里面的东西 每样都是補 连藤枝也有 这种传统的竹盘也有 我就没用过 不过看到别人用来晒 都好像挺好的 上次在这里买了一个烏鹰帽 不要笑 夏天真的有用 烏鹰也是澳洲三宝之一 这边是锁 螺丝批等等的木工用品 这种胶壳 以前外婆会用的 用来笔水 先走出来 有没有觉得里面的东西很复古 有时走到这些店铺 比商场更有趣 这里附近有个小商场 Foods Gray Plaza 里面主要是K-Mart 和Coast超市 下一站来到Foods Gray Market 即街市 也进去逛一会儿 一进门后又是集货店 这里也算挺干净的 这个街市 买的话可以隔一间 这一档的Rodling鱼 10.91公斤 外面那一档 买21.91公斤 有些连维多利亚市场都没有的东西 就是这个鸭掌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觉得最近澳洲的菜贵了很多 肉也可以不吃 但菜真的不可以不吃 买些蕃茄 大姜 突然便宜了很多 之前卖50元一公斤 现在卖5.991公斤 这里也有一些东南亚植物 例如斑兰叶 连甘蔗也能买到 画面一转过来公园 来到Foods Gray Park 我想说这个Foods Gray Park 真是又大又漂亮 在整个Flammington马场对面 还有还在Merminoy River旁边 这里的日落 真是意想不到这么漂亮 还有很多康乐设施 下次便要来这边BBQ 在河边有人跑步 有人踩单车 还有人餐厅 还有人餐厅 这里有一些烧烤炉 看着这个景点BBQ也很好 也有儿童游乐设施 和一般的运动设施 还有人钓鱼 这个区的House 又大又小 又新又旧 House价格的中位数 大约是100万澳币 租金的中位数 大约是每星期490澳币 租金回报率大约是2.7% 这个区的公寓 公寓价格的中位数 大约是471,000澳币 租金的中位数 大约是每星期345澳币 租金回报率大约是4.3% 学校方面 区内有几间中小学 亦有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其中一个校区 就是在这个区 这里是Saint Monica'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是天主教男女校 旁边就是Saint Monica's Church 还有Foods Gray Primary School 在公立男女校 有143年历史 最近减中会看到 新闻又提起IB课程 这间学校有提供IB课程 中学方面有Foods Gray High School 在公立男女校 它有3个校区 现在看到这个是Barkley Street的校区 里面有图书馆 BBQ区 有一大片大草地 还有好几个球场 有很多户外空间 而这里附近有两间教堂 分别是The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 以及St Andrews Uniting Church Foods Gray 除了教堂之外 这里还有一间很大的寺庙 就是Heavenly Queen Temple 好云伟啊 上面写着天后宫 关于文化和艺术的 还有Foods Gray Community Arts Center 正在Marabinoi River旁 这里定期会有展览、画画的workshop等等活动 而且这里也鼓励残疾人士参加艺术创作 也有土著文化的尝切展览 这里还有一个剧院 医疗方面 除了一般的诊所 这里还有一间大医院 Foods Gray Hospital 旁边就是一间施立医院 Western Private Hospital 这个区近河那边的环境 尤其是连着Flameington那边 那个环境是超级好的 而且在这里买些亚洲雜货 都算是挺划算的 生活都算是很方便的 还有就是 这个区是特别多越南菜的 如果想吃越南菜的话 这里也是一个好选择 说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区如何呢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按个赞我 和订阅频道 还要开启动小铃铛 才会收到新片通知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